好,那么的话,这个return关键字还有一个什么呢?是第三个是阻止默认行为啊,这个可能跟你那个有点不一样啊,它是什么阻止默认行为?就是说我们后面会学到一些什么呢?学到一些什么事件的一些行为啊,那么的话,这个是在后面会说到啊,阻止默认行为,就让它不做这些事情了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一个表单的提交,表单提交之后,我点那个submit,它会提交是吧? 那么用return的话,这个可以阻止它的提交啊,这样子啊,关于这个第三点的话,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后面会说到啊,后面会说到啊,这样子大家先知道这两点啊,后面会用到的时候再说这第三点啊,阻止默认行为,就是关于return啊,好,那么的话,这些函数的这些使用的话,应该就是说,我认为大家应该是比较好理解吧? 因为,毕竟大家也用了这个函数的一些,什么呢?用了一些函数的这个方法,是吧? 那么这个定义和什么呢?调用,以及什么呢?一些什么呢?这种什么呢?逻辑应该是一样的,是吧?大概是一样的啊。好,那么的话,函数的话说到这里啊,说到这里,那么接着我们接着往下说啊。 那么的话,这个还是我们后面还会用到的,是吧?比如说写一些具体的例子,还会用到的啊。好,那么接着往下说点东西啊。接着往下说的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条件语句,是吧?条件语句。条件语句是干嘛呢?就是说我们在执行一些什么呢?语句的时候,通过一些条件,来控制这个程序的走向,是吧?比如说,满足什么条件才做这些事情,是这样的啊。 不满足的话,就不做这些事情,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分支,是这样的啊?这个叫条件语句啊。条件语句的话,那么最常用的就是什么呢?这个if else,是吧?这个条件语句啊。好,条件语句的话,那么跟你们的python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好像不一样啊。这个else if这个地方啊,写的可能不一样啊。else if,其他的应该类似啊。 好,if else,是吧?if else啊。好,那么的话,这个条件语句前面有一些这个运算的东西啊,我们等会再说一下啊。那么先看一下这个条件语句啊。条件语句就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做判断,是吧?做判断啊。好,来看一下条件语句。 好,那么因为大家有这个什么呢?使用哪些基础,所以说我们这个字式点相对来说就是稍微快一点啊,稍微快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件语句。 这个条件语句,然后是写一下啊。然后是基本的这个条件语句啊。哎,写错了啊。 好,假如说我这里递两个变量,是吧?比如说,y一个什么呢?iLum,是吧?啊,01啊。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什么呢?12,是吧?好,y一个iLum02,是吧?02的话就等于一个什么呢?等于一个什么呢?啊。 24,是吧?啊,这样子的。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判断一下,是吧?判断一下,是吧?如果什么呢?如果这个,是吧?义辅,是吧?这么写啊,义辅。义辅的话,这个义辅里面的话就写什么呢?这个条件,啊,条件判断,是吧? 是吧?比如说这个iLum01,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它是大于,是吧?大于啊,就大于的话,用这个大于号判断就行了。iLum什么呢?iLum02,是吧?那么就干嘛呢?是吧?如果是这一句的话,就干嘛呢?干嘛呢?那么这个后面就跟一个什么呢?花货号,是吧?花货号啊,花货号。然后干嘛呢?假如说就alert一个什么呢?这个大于,是吧?大于啊。 好,大于啊。好,那么的话,接着啊,那么如果说什么呢?else,是吧?那么else,是吧?else,是吧?else的时候,如果不是码的这个条件怎么办呢?再拿一个花货号,是这样的啊?好,那么python里面是通过缩进的,是吧?我们这个地方是通过花货号,是吧?花货号的话怎么样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不缩进也可以。那么建议大家还是缩进吧?缩进就好看一点,是吧?就方便代码的阅读,啊,好。 比如说这样也行啊,花货号写下来也行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样也可以,是吧?那么的话,这样子。好,你这么写也可以,是吧?这么写也可以,然后把它花货号来来也可以,是吧?看你的风格吧。好,缩进还是要缩进啊?就是让代码方便阅读嘛,是吧? 那乐的一个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是小鱼,是这样的啊,或者是不大鱼吧,是吧?不大鱼啊,不大鱼。好,这个写完之后,那么就是一个简单的什么呢?这个条件换乱语句吧,是吧?好。 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这个I-Lan01,大约I-Lan02,这个地方最终是生成的是一个变量,是吧?这个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呢?不尔值吧?是不尔值啊。要么这里面是Q,要么是Force吧?是吧?好,来看一下啊。好,那么通过这个运算符的话可以怎么样呢?最终生成一个Q或者Force,是吧? 好,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最终的谈论的是什么呢?不大鱼吧,是吧?不大鱼啊,是就判断了啊。还是最基本的这个判断语句,是吧?好。好,这个的话应该也好理解啊,也比较好理解。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条件语句里面还有什么,是吧?好,接着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条件语句的话可以什么呢?实际上可以跟我们的一些东西进行结合啊,结合啊。 好,结合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做一个例子啊,做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点击按钮的切换的显示的效果啊。这个例子的话怎么样呢?也是,也是应该是比较什么呢?比较常用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切换这个显示啊。那么它就用到了这个条件语句啊,条件语句。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的话是干嘛呢?它就是什么呢?我们点击一个按钮可以什么呢?让一个元素的显示或者 或者隐藏啊。做这样一个例子啊。好。比如说这里面拿一个什么呢?013啊。比如说这个是 按钮啊。按钮切换 元素 显示啊。 好,按钮切换元素显示。好,这样一个例子。 好,比如说这个地方啊。我拿一个什么呢?先拿一个按钮吧。啊,拿一个按钮啊。 input type等于什么呢? button是吧?button啊。这是定义一个 按钮的空间啊。 比如说这个value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切换啊。 切换是吧? 好,然后的话这里面再来个div是吧?比如说来个box啊。 来个box 好,这样一个盒子是吧?好,然后的话我稍微给点它的样式,给它们一点样式啊。 样式的话可以什么呢?来个时代吧,样式啊。 好,样式的话,那么这个我去就给这个盒子样式吧。啊,box 比如说它的宽度是200px是吧? 好,高度的话是什么呢? 是来一个什么呢? 呃,来一个这个,啊。 好, 呃,来一个这个 400,啊,400px,好,这样的啊,这样一个盒子。 然后夹用的color的话,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go的啊,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固局啊,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这个时候我要干嘛呢?就是我要点击这个按钮,让它什么呢?隐藏。 是吧?然后我再点一下,想让它显示,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我再点一下,它又隐藏了,啊,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假设说我这个时候,我先把第一步实现了啊,把第一步实现了啊。 比如说,我先来一个,先写一下这个script,是吧? 好,那么的话,假设说我现在要获取它吧,先获取它才行吧,是吧? 好,获取它的话,那么它没有ID吧,是吧? 先把ID给上去,是吧?比如说这个ID是等于什么? BTN01,是这样的啊? 好,或者是这个ID啊,这个ID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FOX01,是吧?好,这个ID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设说我们先把第一步做出来啊,先点它,让它隐藏,是这样的啊? 点它,让它隐藏啊。好,比如说,Window,是吧? Window on load吧? 是不是先要获取它,先要什么?先要选Window on load啊,是吧? 好,要不然不能获取它啊。 好,等于一个什么呢?翻个项,是吧? 翻个项,啊。好,然后的话,就是拿一个,是吧? 拿一个啊。 好,那么的话,我们先写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先获取这个按钮吧,是吧? 按钮的话,画一个obtn,是吧?等于这个document,啊。document.getelement,啊。 elementbyid,啊。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btn01,是这样的啊? 01,啊。好,接着再获取另外一个,这个FOX,是吧? odiv,啊。odiv,啊。odiv,啊。odiv,等于这个什么呢?这个document,是吧?document.getelementbyid,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dibox01,是吧?box01,啊。不是div,啊。 我要写错了啊。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要什么呢? 点这个按钮的时候,让它隐藏,是不是这样的啊?让它隐藏啊。好,我们先把第一步做出来啊。 好,这个是o,什么?o,btn,是不是这样的啊?onclick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啊?onclick,啊。onclick的时候,然后等于一个什么呢?function吧?啊,直接写逆评函数了啊。 我就不是定义函数了,是吧?等于一个function,啊。function,然后干嘛呢?好,我让这个元素隐藏,可以做什么?前面我们学到的一个样式属性是什么?有一个display属性吧? 是吧?在这个地方就用上了啊。那个display的这个属性实际上怎么样呢?在,在做这个显示的隐藏的时候,经常用的啊,在这个ds里面啊。 那么就什么呢?odiv什么呢?它的时代吧?时代点什么呢?display吧?display,啊。display。然后的话,等于一个什么呢?等于一个number,是吧?那是不是隐藏起来了,是吧?好。 好,这么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这个效果啊。好,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之后,那么我点一下这个切换,它是不是藏起来了?啊,藏起来了啊。好,这是我们前面都知道的例子啊。 还结合我们前面学的一个样式的属性,是这样的啊。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呢?呃,这个时候啊,它还不能切换,是吧?好,我再点它就没有出来,是这样的啊?没有出来啊。 好,没有出来啊。好,好。那么再点的话,我希望它出来,是吧?然后,然后实现一个切换的效果,是吧?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站在里面就写什么呢? 这个ifiles语句吧?啊,刚刚呢,我们写的这个ifiles语句,是吧?好,ifiles语句,我们怎么判断呢?是吧?怎么判断啊?好,那么可以怎么做呢?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就是一开始可以怎么呢?可以用一个变量来存,是吧?变量来存一下啊。变量来判断啊,这个也可以,是吧?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获取它的display属性呢?读它的display属性呢?是吧?读,来判断它,是吧?如果它的display属性是等于什么呢? 难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让它等于什么呢?得block,是吧?如果它是等于什么呢?block了,我就让它等于难吧。得难啊,好。好,这是关于这个,啊,条件判断啊,条件判断。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判断一下,是吧?用ifiles判断一下啊。好,比如说这个if,是吧?好,if的话,那么先获取它的什么display属性吧? 或许它display属性啊。好,或许它display属性怎么获取呢?那么直接读吧,是吧?比如说odiv是这样的啊,它的style.display,这个是不是读啊?直接读啊,我现在不是负值,我直接把这句写到这里来,是不是读它的属性啊?啊,直接读啊。假设它怎么呢?它啊,它就是和一个什么东西比较呢?我们刚才是用了大语号吧,是吧?用了大语号啊,大语号是吧? 大语号,那么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如果是相等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等语号吧,是吧?等语号啊,大家也学过了吧?两个等,是吧?不是一个等吧?两个等啊。一个等的话是负值啊,两个等才是什么?判断吧?两个等才是判断啊。好,比如说这个啊,这个的话,假设是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值是吧? 假设是等于这个啊?等于这个,假设是等于,嗯,等于block是吧?block啊。好,等于block的话,那么怎么样呢?就是啊。好,等于block的话,我让它怎么样呢?让它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个,让它等于一个number,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好,那么就是说,把它的这个属性值是什么呢?给它读过来吧?读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和这个进行判断吗?和这个进行对比,是吧? 如果说,如果说它的值是等于block了,那么就等于number,是吧?那么的话啊。好, else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等于一个,它的就等于一个block吧?等于block啊。好。好,那么这样子吧,我们先这么做啊。先把它等于number。跟它和number进行比较可不可以啊?如果它是等于number的话,我就让它等于block吧?等于block啊,这么写啊。好,因为那么写, 也有个坑在里面啊。有个坑在里面啊。好。那么这么写的话,odiv怎么样呢?它的,怎么,style,点什么,display。然后就等于一个什么,number。好。好,这个清楚吗?好,这个清楚吗?就是点击的时候判断一下,先把它的display属性,先把它的display属性读过来,是吧?如果说这个属性是等于number的,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就让它等于block啊。好,那么我就让它等于block啊。 等于block了之后,它本身就把这个block属性,把这个暖属性给覆盖了,是这样子啊?那么它就显示出来了。它本身就是block吧?是吧?你说这个block有没有,是不是废话?不是废话吧?因为要用一个属性来覆盖它吧?明白没有?是吧?要覆盖它啊。所以说你必须写个纸,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纸覆盖它的暖的属性,它就,它就显示出来了,是吧?好,如果它的纸不是等于暖的,是吧?那么就只有else。 走else吧?走else,那么它就什么呢?就把它,它的滴除了,就等于暖,是这样子啊?好,这就可以隐藏起来啊。好,这个写完之后我们再看这个效果,是吧?看这个效果啊。好,我们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啊。好,点这个切换,是吧?是不是隐藏啊?好,显示吧?隐藏,显示。这个时候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好,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条件语句啊。那么稍微的, 这个怎么样呢?就是什么?是不是改变了一下程序的,这个,复杂度啊?是吧?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样?需要判断一下吧?需要判断一下啊。好,这是关于这个,这个什么呢?切换的历史啊。好,这个切换的历史。好。